大家好,我是美樂 然後我們現在在台中的立安商旅 我們現在要去騎西晶武嶺 然後我們跟我們的夫妻成約在這邊集合 好,那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我們租的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一個晚上是1300 然後我們也來看一下我們這次帶的什麼東西 那這間房間呢就是一間公寓室酒店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浴室 然後有一個電視機 然後雙人床 這樣子簡單的一個小房間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帶的什麼東西 像是我有帶一個前後燈 就是因為我們五點出門所以天會比較暗 所以我們就有帶我們的燈 然後還帶一個帽子 那要帶後燈呢是因為在上武嶺路上會有很多樹蔭 那在樹蔭下面的時候會看不清楚 後面的車子會看不清楚前面的車子 所以要帶後燈,讓後燈一直在上 對,這樣子 然後我帶了一個鴨舌帽 因為上武嶺山上的時候會冷 然後又流汗的話就可以戴一個帽子 然後戴... 淘汰不會痛 然後我還帶了一個寶的外套,一個厚的外套 然後一個背心跟風鏡 然後還有一些換洗的T恤 衣服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這次有補給車 所以我們沒有帶什麼特別的吃的 那補給車上面有什麼東西 我們明天再來跟大家介紹 那有些東西我覺得是 我上次去完之後覺得比較重要的東西就是 這個BCAA出發前跟半路還有結束的時候都可以吃 然後激熱,類似激熱的東西就是藥膏凝膠 那在半路的時候腳一定會非常酸痛 他可以擦這個 然後還有非常重要的就是防曬 山上紫外線非常強 雖然沒有很熱,但是太陽非常的散 一定要防曬 然後我們還有帶著拖鞋 因為上山的時候腳會水腫 那這樣的時候腳非常不舒服就可以換拖鞋來穿 那這裡有我們去武嶺之前準備的一些東西的資料 就是有一些腳踏車需要準備的東西啊 還有人生用品我們帶了哪些東西 還有補給的 我們除了補給車之外還帶了什麼東西 那這邊給大家參考喔 然後我們也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喔 你看我帶了好多的衣服 我在想今天要穿衣服 你帶了很多顏色的衣服欸 我都沒有 我剛才發現我根本少帶了什麼衣服 那褲子只有帶一件 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太趕了 就沒有想到要穿什麼太多的衣服 把衣服都帶著慢慢想慢慢搭一下 我就想說會冷 所以我才帶了一件比較厚一點點的 那你又沒有帶長袖 對我帶錯了 好那我們現在把我們的腳踏車拿去我們補給車 配合的一個車墊 那他會先幫我們調整一下車子 然後把車子放在那邊 距離我們的地方很近喔 對 30秒 對 找到一個小巷子過來 先放在他這邊 你看他這裡有賣什麼 各式各樣的補給品 這個 恢復聖品 這個是電腐車啊 明天我就騎這台啊 鞋 去上面 好去看看 唉 只有帶這個就對了 上面還可以那個 放GoPro 我們晚餐來吃這個金邊 金邊 嗯 也是在附近走路就可以到的地方 對 台中朋友我們推薦 對 我們台中朋友我們推薦 好 他們說只要有外國朋友來的時候呢 就會帶他們來吃這些 對 我們去試試看 就是他們的菜單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些 炒的東西啊 有點像熱炒類的 然後還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就是月亮蝦餅 還有一些月式的合魂類的東西 這樣 就是東南亞的料理 冬青菜炒牛肉 這個好出 看得到東西嗎 看得到啊 我嗎 對啊 青菜炒牛肉粒 然後還要點了一個打泡豬飯 你看 你看 喔 蛋耶 不知道他蛋是不是半熟了 看看喔 對 還有好一段 不是 是 讚喔 好 我們現在準備了 然後收拾一下之後 等一下就要準備洗澡 抱點睡覺 對 感覺如何 明天四點半要起來 都不知道我睡不睡得著 不是四點半要起來 是四點半要到集合的地方 四點半要到集合的地方 所以是三點半或是四點 最晚四點要起來 我應該四點半 四點要起來 好吧 怎麼跟我從台北出發的時間差不多 因為你從台北出發的時候 湯氣很快 我那時候是七點出發 但是我們明天預計是要五點 或是五點半出發 這樣子 好吧 趕快整理一下 明天加油啦 拜 晚安 OK 整理一下 因為連BTA都準備了 對 去吧 要趴進去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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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早安 但沒睡吧 沒睡吧 現在時間是五點半 然後隔壁也有一車車用 好 看起來很強 好 走吧 我們去拍照 拍照 第一個點就是拍照的點喔 嗯 都想說那個 拍摟好了 所以大家都來啊 沒有啊 每一天早上人都這麼多 其實 第一次 騎屋嶺 騎車騎衣 好 要停車了 嗯 好啦 那我們來出發吧 天亮了 大家都厲害是不是 是啊 然後還有厲害車椅 好啦 我們趕快走 我們這兩個最慢的 好啦 走 走 你走 走 快點 快點 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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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